在我们四川,辣椒都可以当盘菜 双椒鲜酱,万物皆可办 一刀的二斤条,美人椒剁碎后,开拉眼睛了 蒜剁碎 盐,白糖,13香,白芝麻,高度白酒 拌匀备用 准备香料,提链香油,油热小火慢炸 炸枯捞出残渣 分多次凌乌辣椒 边浇油边搅拌 辣味出笔,咸香入味 拌饭夹馍,造福手残档 没有学会的可以评论区留言哦 薯肉几乎是也可以在美国四川小伙伴 及一生处的美食 而且现在那年轻人都喜欢把薯肉当销铃食吃 哪这么做薯肉菜最好吃呢 今天就跟着小仙一起来学一学吧 首先,把乌花肉切成条 放入一勺鸟酒,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胡椒粉 刷均匀椰子百小时左右 碟粉加入鸡蛋或适量禽碎 撕紧胶板子6种胡状备用 往里放入乌花肉条 等油温少至6寸左右 下锅再炸个5-6分钟 炸至表面紧黄就可以老出 再把油温绳子8层次 煮炸一分钟 还可以根据果仁口味 插上辣椒或者植栽粉哦 哇,根本停不下来 快东西收来 重口味吃多了 今天想吃点清淡的 那就做个虾仁蒸蛋 妈妈教了我独门秘籍 蒸蛋做出来又细腻又滑嫩 鸡蛋打散在碗里 加适量盐和少许料酒 搅拌均匀 再加适量温水搅拌 把蛋液过滤两次 如果有小气泡 先放置一会儿 等气泡消失 盖上保鲜膜 锅中水开后 先蒸15分钟 至蛋液稍微凝固 虾取虾仁 去掉虾肠虾馅 加少许盐 腌制一会儿 蛋液稍凝固后 撕开保鲜膜 摆放虾仁 再煮5分钟就可以了 蒸好后 调点酱油 香油淋上就好啦 哇 太香了 这个花生米香气小时候大家都吃过 但是很多都不会做 花生米鸡蛋先搅匀 再加生粉 少许盐 搅拌均匀 每一颗花生都裹上生粉 空碗放入一勺花椒面 两勺辣椒面 一勺白芝麻 一勺黑芝麻 半勺盐 搅拌均匀 油温烧至5成 倒入花生米 下锅炸至表面变碎 生意清脆 撈出备用 锅里下清水 两勺白糖 中小火熬滑 最后熬干 刚刚开始变碎 吃光火 倒入花生米和辣椒面 来回翻炒 随着温度的降低 白糖两分钟左右会翻炒 花生米再次散开 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拐围花生 甜甜麻辣香 喜欢呢 记得收藏哦 吃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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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芦苇 但是不会做 种点奶奶 用这个老芦汁 芦苇的次数越多 芦苇越香 带鹿食材 吸进超水北 倒入这个老芦汁 煮沸后 放入背后的食材 小火鹿汁 带食材入味 很惊慌 光火 一到两个小时 抽味更加哦 姐 你的厨艺越来越征服了 你都学着点 衣服做多事啊 不应该让未来姐夫学到点吗 啊 地方没有钱啊 你没钱了吧 衣服里面也没得钱 在我熊熊衣服里面有钱 嗯 交往点费 支撑几块钱咯 今天安排最近 往上非常火爆的自然蘑菇 先把瓶菇洗干净 支撑小朵 嘴里放一眼 倒开后倒入瓶菇操碎 洗锅烧油 先放蒜片 干辣椒操出香味 再放生姜 和辣椒面 不要操太久 容易腐 倒入操好水的蘑菇 生抽 激进调味 酸苗叶子 擦脆增香 大火翻炒均勻 即可七锅装盘 成功的味道 枝香鲜嫩 拿不死都 喜欢煮刀烤的可以搞一下 烧鸡公本身就是火锅的姿妹 今天就教大家 如何花最少的材料 做做到江湖米菜 先切点姜片 然后把配菜备好 切成小块 我用的是青椒 洋葱 土豆和菜椒 然后把处理好的鸡块下锅 开大火 再依次下入姜片 大葱和料酒焯水 煮开后捞出 放入一旁备用 起锅烧油 放入姜片 大葱爆香 再下入鸡块 翻炒至鸡块金黄 下入酱料 炒至变色 炒至鸡块 吸收完酱料后 倒水没过鸡块 再下入干辣椒 八角 花椒若干 大火煮开后 再放入土豆 转小火慢炖30分钟 下入准备好的配菜 再炒2-3分钟即可出锅装盘 最后撒上一点装饰和芝麻 淋上汤汁 一道绝美的家庭版烧鸡弓就完成了 大家好 我是小贤 今天第二次就刷朋友吃了 一个岸在家做一个 成都米米小匙蛋蛋面 原料选的鲜面 新鲜的手揉 首先把手揉搂成揉抹 姜抹 花椒 五中粮食 两个酒 甜面酱 芽菜 炒至干香 芝芽 味精 鸡精 白糖 花椒粉 花椒油 芝麻酱 酸醇 醬油 香醋 香醋 红油辣椒 酥面要把它弄散 水开再下棉 然后浇一下 除锅前加两个水 老面之前加猪油蒸香 挑面一定要随着挑 最后加揉勺子 葱花 今后回来了 等那么快就回来了 我还没吃饭 对 开养 今天刷红油辣椒 给你煎个新鸡蛋 看有没有好心的帮你吃饭 你今天炸个怎么好心呢 你看 在我们四川 无数路边美食中 最惊讶的就是波波鸡 新鲜的蔬菜切片 用直签穿起来 下锅烫熟 捞出放凉 碗里倒入高汤 放入调料 穿好的蔬菜放进去浸泡 泡久一点更入味 这样的波波鸡 好吃到停不下来 在我们四川 饭店点单力最高的是毛血网 味道全靠底料 火锅底料是灵魂 食材准备姜葱蒜花椒 皮线豆瓣酱火锅底料 豆芽焯水电盘底 鸭血焯水 中小火 姜葱蒜花椒干辣椒 皮线豆瓣酱炒香 火锅底料炒化 加入清水大火煮开 盐调味 中小火煮10分钟煮出味道 不爱吃花椒的可以捞出残渣 接着可以直接下配菜煮 下鸭血火腿等 最后撒上蒜泥干辣椒花椒 焦香热油 撒上白芝麻 没有学会的可以评论区留言哦 总是成都网红餐厅千千万 乐山美食仍是成都好吃的 魂牵猛烙的新拓号 其中游炸船船是乐山传统风味小吃 游炸是船与地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烹饪方式 而游炸船船形式于烧烤类似 区别在于它是杂质而肯 这个蒋娘的配备 我搭载了视频后方 大家可以去接触 关注小鲜 每日分享 家常美食 各种食材放进沸腾的油锅里 香味迅速传遍打结小香 鸟香 铲香 肉香 瞬间真福利的味蕾 炸好之后的船船 再刷上调好的酱料即可食用 入口软中带脆 油香不离 让人难忘 锅巴肉 食不食离记忆生出的味道 今天教你做个麻辣鲜香 酥脆化炸 还不利的锅巴肉 点个红杏 关注我 不利路哦 将五花肉切成薄片 放入盐 十三香 生抽 抓拌均匀 再放入少许大实的土豆淀粉 抓拌至每一片肉都被包裹均匀 起锅 油温甚至流成热 下入肉片 把肥肉里的油脂都炸出来 炸到表面金黄 捞出控油 锅里放入姜蒜 干花椒干海椒 小火炒出香味 炒到微微变色 就倒入炸好的锅巴肉 小火翻炒均匀 最后撒点鸡精和芝麻 倒入一点橙醋和花椒油 撒点葱更好看 大火炒均匀即可七锅装盘 好脆好好吃 热脂肉剩多肉 大家好 我是真香小厨房的陈叔 真香小厨房 今日分享 家常炒豆皮 豆皮对着切丝 红椒切丝 葱背切断 葱叶切末 小米辣 姜蒜切末 开碎下锅 五一分钟去豆腥味 姜蒜抹炒香 切一小块火锅锅 先将辣味全烤炸料 所以一勺提前豆瓣酱 加清碎 煮好的豆皮下锅 两勺生抽调味 一勺蚝油提煎 销火焖煮两分钟 出锅前刷上小米辣 销葱短 打锅手指 锡锅装盘 刷上小米辣 葱薄 香气扑鼻 好吃 就是有点肥膩 大家好 我是真香小厨房的真香鲜 今天分享下饭板菜生切烧焦酱 俗话说 冬吃萝卜下次讲 配点烧焦更健康 在我们四川 为了下饭 对辣椒动不烧楼口 买回来的辣椒 烤到凉面椒 在家也可以直接用火烧 这种虽不能等大鸭汁糖 但会觉得是生活的指挥 烧好的辣椒多水 加入大蒜 盐 冰糖 生抽 蚝油 香油 白云备用 开始煎油 必须加香料 吃起来更香 开始浇油 油温一定要高 才能激发辣椒的香味 做好的烧焦酱 可以做饭店常见的烧焦皮蛋 烧焦茄子 只需要浇一勺就搞定了 下饭拌菜还能配馒头 赶紧收藏了自己动手死身 没学会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